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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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神影竟然只排在第七名 也是万万想不到 该剧在陈情令的导演和莲花楼的编剧之下 完全没有得到观众们的心理预期 不过赵露丝古装剧的收视号召力是真的强 尽管剧品两极分化 但冲出的高热度绝对都是他一人扛起的 也不愧是赵露丝的第一步 先下去 剧组对他非常用心 首先好的方面是整体质感过关 特效精良 把赵露丝打造的也非常甜美可爱 不过整体追下来还是会觉得是一部模板式的仙侠剧 没什么特别的新意 男主和女主依旧是欢喜冤家 依然是误会虐恋 最后共同解救苍生 这样套路也已经老掉牙了 但如果喜欢仙侠虐恋爱 看古偶剧的观众应该依旧会很喜欢 尤其是剧情的后期 虐恋逐渐展开 慢慢地进入了感觉 反正小鱼这个年纪已经接受不了太虐的了 而该剧的差评大多在于赵露丝原生台词太假听不习惯 像这种乃因在一定程度上为他塑造了一种独特的可爱形象 但也让部分观众是接受不了的 而对于王安宇被认为不太适合古装造型 穿上古装没显出什么仙气来 对你来说 这部水影的整体表现怎么样呢 Top6 刘浩存 名一主演的《脱轨》 豆瓣评分6.6 微博7.8分 小鱼认为该剧的热度是被低估了的 很多观众一看到刘浩存就先被劝退了 如果能够抛下偏见 还是值得一追的 首先很多网友表示 这部脱轨的悬疑氛围塑造的非常好 剧情有许多亮点 包括了平行时空穿越以及推理 也加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反转 能够让观众们跟着一起推理 男女主的CP感也是蛮强的 加上特定的背景音乐后更有感觉了 完全不是那种工业唐金剧 而对于原本深陷丑闻的刘浩存来说 在该剧中也是用演技颠覆了观众们的印象 她用精湛的演技展现出角色遭受打击后崩溃的应激反应 以及绝望中的悲痛感 这些让许多网友感到惊喜 也重新想起 她曾经可是由大导演张艺谋清点的电影演员 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 况且她只是 零零后小花 绝对比大部分的95 后流量小花在演技上更有保障 希望她能够继续积累更多优质作品 套普 谈剑刺 周也主演的很想很想你 豆瓣评分6.7 微博7.6分 同样是莫宝非宝的小说改编剧 尽管很想你没能超越亲爱的热爱的 但该剧的制作团队特别用心 把剧中的古风歌曲、美食、台词、装造 以及整体的氛围都打造得相当精致 谈剑刺和周也的CP感也很不错 虽然剧情比较平淡了些 但很多地方也都充满了高堂 尤其是谈剑刺这个无比温柔的男主 演出了长相思里不同的感觉 让好多剧迷都陷入了莫大神的魅力之中 然而也有部分观众认为 谈剑刺在该剧中显得比较娇小眼线 偶剧少了点酥感 没有长相思里的气场大 总之该剧没什么孽点 全是甜甜的剧情 把爱情的氛围塑造得非常温馨 对爱情的描述不是奢华的海誓山盟 而是一锅小火慢炖的粥 充分表达了对平凡生活的真实热爱 除此之外 如果你很喜欢二次元 那么更加不要错过咯 Top 4 和洛洛 冰笑颖主演的《斗魄苍穹之少年归来》 豆瓣评分7.0 微博暂未开分 想不到乌雷版的《斗魄苍穹》 遭受了无数人的怒骂 而这一部却获得了很多观众的认可 口碑直接排在了近期新剧中的第四名 最吸引大家的也就是该剧中的爽点 原著小说本身就是一部爽文 无论是剧情 还是人设都非常符合读者们心里面的想法 而该剧就是直接砍掉开头 从爽点开始 萧妍曾经被别人称为废柴 而且还被指昏对象当众毁昏 在她求学的过程中 意外地发现了师傅药臣 在师傅的指点下 她一路开挂逆袭 当遇到敌人的时候 能够立刻让他们自取其辱 开始打脸 所以更加激起观众们的爽感 让大家可以持续看下去 加上该版本的特效非常华丽多彩 比起2018 年五磊那时候的版本要强大很多 因此也取得了高分 Top3 秦浩 李乃文主演的三大队 豆瓣评分7.1 微博8.6分 这也是一部悬疑型真剧 而该剧的重点 是根据真实事件而改编的 而且三大队还分为了剧版和电影版 张义的电影版获得了7.8的高分 剧版的差距也不太大 微博评分甚至高达8.6 相比电影 剧版补充了更多没描述的细节 但剧版的编剧和导演功力不太好 因此一些新增以及改编的情节受到了吐槽 但小鱼认为剧本拍得更加生活化一些 演员的演技也都挺稳定 三大队主要讲述了一次审讯意外 三大队刑警成兵入狱服刑 队友受牵连拖紧降旨 曾经的三大队分崩离析 然而十年的牢狱 成兵重获了自由 而犯罪嫌疑人依旧在逃 成兵和三大队的兄弟们重新集结 共同踏上追凶之路 套牌 张若云 黄瑶主演的《明龙少年》 豆瓣评分7.2 微博8.5分 这次张若云的剧有让大家失望吗 原本豆瓣可是高达8.0分的 大结局后直接降到了7.2 先来说它的优点 虽然没什么流量明星 但演技都挺到位的 剧情节奏也算是非常紧凑 与一般的甜宠剧 古装剧相比 《明龙少年》也更加富有正能量 尤其是对于孩子的教育 作为一部校园励志剧 能有这样的创新着实不易 而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 尽管题材很新颖 但许多情节仍脱离现实 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此外 编导在学生人设方面 也犯了一个通病 总是将问题学生的原因归结于家庭 只要解决了家庭问题 学生就一下子变得有学习天赋了 没有重点描述提升成绩的一个过程 而且现实中高考的学生很忙 很难有许多业余时间来处理相剧中的一些问题 这也是降分的主要原因 靠皮 胡歌 马依丽 唐燕主演的《繁花》 豆瓣评分8.2 微博9.3分 这部《繁花》可以说是2024 年开年最火爆最重磅的剧了 王家卫这位导演还是有点本事的 把电视剧拍出了电影大片的质感 氛围感满满 配乐和画面都非常有韵味 每个演员在王家卫的镜头里都非常好看 观众们纷纷评价道 王家卫以一己之力重塑国剧美学 不过该剧的剧情不是每一位观众都能接受的 这部剧没那么接地气 需要花点时间投入 节奏也有点慢 因此也有网友认为 剧情平庸是在故作高深 而胡歌的诠释也面临了一些状况 有人觉得该剧中胡歌有点做作了 但也有人认为胡歌演得风流倜傥 非常符合那个年代的特点 无论如何 胡歌在王家卫的镜头下 依旧非常帅气 对小鱼来说 看该剧的时候 就好比是经历一场奇妙的旅程 剧中暗藏的一个个人生哲理非常值得回味 好啦 小伙伴们 近期你最喜欢看的剧是哪一部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吧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